来自南方都市宝宝报 7月4号 林丹宣布了自己退出国家队的消息 不少媒体预言 林丹在退役后很可能转型进入娱乐圈 早在2015年 她就开始在报告教练等不少节目露脸 上热门网综吐槽大会 但是由于之前出轨门带来的影响 在参照前队友 国语F4之一的鲍春来 起破头却始终不温不火的前车之鉴 娱乐圈对于林丹来说大概率还是副业 而林丹多年前就投身上海 天眼查显示 林丹以法人 股东及高管等不同形式 直接间接关联的企业高达11家 且都拥有实际控制权 其中林丹唯一担任法人的是上海创名体育策划工作室 百分之百持股 超级丹的品牌和商业操作能在市场引发多大的波澜 还带时间检验